新的一年,竟然我和美斯都有相同的爱好 什么爱好?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一句平常的体纪远 令我快为心里满是暖意,犹如令我自身春肺累 从提到家中善前够烟,从回够你家中据 信中写到家乡的雨,滴滴细雨话如是 问我有否记挂,旧燕子家乡的世约 爸爸的心,妈妈的意,充满磁场的关注 乱我眼里,心里满是怯意,繁忙闹是看不到喜欢的缘 难忘记我学牛郎贴富贝,同遥漫长一家欢喜 母亲的笑心心记,望着这心泪而碎 念到故乡凉露,愿此燕子家乡飞去 爸爸的心,妈妈的意 父亲的笑心,妈妈的意,充满磁场的关注 乱我眼里,心里满是怯意,繁忙闹是看不到喜欢的缘 难忘记我学牛郎贴富贝,同遥漫长一家欢喜 母亲的笑心心记,望着这心泪而碎 念到故乡凉露,愿此燕子家乡飞去 我想聪明的你应该猜到我想说什么 当然了,大家如果听上一集都知道 我去日本玩了12天滑雪 我喜欢玩snowboard 老人家还玩snowboard,是不是很厉害? 我们的团友是65岁 还比我更厉害 他玩了很久 我说了一句,记住 运动真的会令人年轻的 无论你什么运动也好 上一集都是看世界 反应一般 收市很差,历来最低 不要紧紧,里败里钱 我最喜欢Try and Error 不知道,对不对? 这两个星期 其实上两集我都是录播 大家先说一下,不好意思 我有时会把时差弄错的时间 所以很多时候未必准时 回到原居地 我相对好些 大约掌握时间准备很多 而且没有电脑享受就很难 因为如果我出差的话 我就不带电脑来 我带上Tablet 相当方面,不要太重手 今集就想大家说一下日本 所以第一首大头阵的 就是我对日本歌的一些 叫做萌芽时代的歌 这首1979年的一些 当然我之前也播过它日本版本 今天想听一个 我的原装版本 我以前小时候听的一个 印尼分尼版本 分尼很漂亮 我记得是 因尼都漂亮 两种不同的漂亮 今天想说什么呢? 今天有两个话题 第一是说我的日游 第二是真的想说美斯 不是梅西 梅西是天朝叫的 当然这次大家应该知道 不出场事件 令到普通商业事件 变成政治批斗事件 也都可以 其实我觉得某程度 这个真的是一个转捩点 我们叫Tipping Point 令到渔村进一步 变成为国际的孤儿 所以如果大家也是那句 算好数的话 不要想太多了 判断的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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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都 Love is over 悲しいけれど 終わりにしよう キリがないから Love is over 訳などないよ ただ一つだけ あなたのため Love is over 若い過ちと 笑って言える 時が来るから Love is over 泣くな男だろう 私のことは早く忘れて 私はあんたを 忘れはしない 誰に抱かれても 忘れはしない きっと 最後の恋だと 思うから Love is over 私はあんたの お守りでいい そっと心に Love is over 最後に一つ 自分をだましちゃ いけないよ Love is over 私はあんたの お守りでいいよ お酒なんかで ごまかさないて 本当の自分を じっと見つめて きっと あんたに 本来の人がいる 私はあんたの お守りでいいよ 私はあんたの お守りでいいよ Love is over 悲しいよ 早く出てって 振り向かないで Love is over 私はあんたの お守りでいいよ 私はあんたの Where are you sure you can pay attention? The Mininger 欧揚 菲菲 小姐 こんにちは 欧揚 菲菲 小姐 那时候台湾曾经被日本占领过 所以日文文化 而且老一代人都讲人谋流离 例如以前的李登伟总统 他有一个很尊敬的人 他可以真的躲在国民党里 然后可以做一些事情 我希望天朝都有这样的人 可以令鬼国尽快得到应有的报应 我说的那些人 当然可能都会说 喂,其实你好像经常说日本多好 老实说,我知道的 我知道他们以战士的错 那就是那句 人家都道歉几十次了 以及我现在接触的日本人 我都认识了大步 例如说可能有五十个朋友是日本人 我不见到他们会有那个 军国主义再复辟 而且以一个民主选举 除非真是一个民粹政府 可以煽动到日落 但是难的 因为你要知道 日本的媒体 或者新闻自由 所以你要去做一些propaganda 好像天朝那样 统一完整思想 稍后再说美斯那件事 梅西那件事 是困难的 所以你要说真的要再行军国主义 我觉得真的比较妙亡一些 我明白的 日本以前都曾经带来过灾难 即是真是灾难 即是真是灾难 例如说他们会跳一只很诡异的舞 即是在这一只脚蹲下 然后半蹲 就像做一些心筋 然后向前走那只舞 然后地上就埋着很多人头 我不知道是否去到 好像二次战大战那样 军可以真的杀了犹太人 都是这样 老实实 这种仇恨 我非常非常不明白 但现在很老实实 从美斯那件事 我看到端例 所以刚才我说 如果你计算好数 或者计算不算数 其实我觉得 现在英国都开了很多绿灯 或者加拿大也好 澳洲也好 纽西兰也好 除了台湾 台湾真的不要去 台湾不是说 我们的民主价值不同 而是说 他的政策比较飘忽 有些朋友都不成功 有些朋友不是很多 有些朋友都不成功 台湾网上也不成功 所以我觉得 如果可以的话 其实从今次事件 美斯事件 都看到很多文革 批斗出来 我会逐一会儿 逐一会儿 逐一会儿 和大家说一下 都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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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gittä湾 大家记不记得这首歌 记得的话 不要买搜索 Google找,因为Google很神奇的 现在可以听歌,不是神奇的 是recognize 这首歌是什么 然后告诉你这首歌 如果我还没讲之前 你猜到你算是有差不多年纪 就是以前我们这一套 《草猫仔,金桂祥的师傅》 我当时也很小很小 真的有少少回忆 所以这首歌前一段时间 被朋友撑出来 回想起这首歌 在日本的时候撑这首歌 不知为何无厉害 所以不如播给大家听一下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不如在谈美斯坚事前 就读一些留言 因为上星期两个星期 继续了很多留言 我觉得很多有意思 其中一位说 当年美孚的祥 现在好像也有 我没记错 有些同学喜欢听Danny 他第二支碟的《眼泪不再流泪》 封面是对流冰鞋 那时是流行玩意 没错 那时他那一对可望不可值 因为你想想 这么贵的鞋 他那一对是连着鞋 我上一集说的 是国货公司买铁车 那些鞋车很差的东西 所以不同的 另外就是说 有个朋友说 去到哪里 不要说那些 赞我那些不说 那些我觉得骨鼻 骨鼻 你先谢谢你 我意思是说 听下去好像 我无论读出来的 对不对 以前小学时代 可以玩可乐换摇摇 我都试过 那还记得 那时每一个区 会有些事多 然后给你 去玩花式比赛 那我就唯一 试几个 就是 第一支最主动 最主要的 就是在那里不断 在那里飞飞飞 这个是基本功 看看你可以多少下 我记得好像最多五十多下 我还要弄一条绳子很短 可以回续快一点 这些是偷鸡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些人可以左右手 很厉害的 另外有什么 橫掃千军 打千秋 那些很厉害 我觉得 我一定 都不是最厉害的 所以算了 OK 另外也说 他有一个读者 他听中 读者 你说的那对雪剑 我也有 先谢谢你 我一路读一路读 另外有一个很有意思 在外的就要坚强生活 请想想坚持力深 初心是什么 你放心 其实可能大家听见我说 这么久 其实我也有一段课 我想现在都在想 好不好继续 类似家书去做一些节目 就是分析一些 不是分析的 读一读一些时事 以及一些不同人的观点 看法 我现在正在考虑 因为这个 就变成了 都会挺frequency 可能每天 甚至乎每几天 这样 我觉得这个 我都需要 有些时间考虑 看我能不能做到这些事情 因为其实如果我想真的 逍遥自在 享受生活 那就真的 做这个 就会加强了工作量 你都知道的 我youtube那里是 所以我都在想 做什么 如果是的话 讲一些时事 接着播首歌 这样组结 就像以前 吸香港的家书 那样 因为我已经没有任何 广告收入了 youtube已经 broad了 其实我都很不开心 神经病 怎么鬼 鱼蛋效应 我看到一个台湾的 很出名的youtuber 过百万订阅的 叫做叉鸡 不知道大家不看 他都被人取消盈利 可能他的视频 因为我的歌问题 取消了盈利 这个也没办法 另外那位 刚才的网友 就说离开了 也好 应该继续讲下去 也说回离开 或者留在那些 我都觉得在外面 自己要小心 因为现在 我觉得文革 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 就会连累家人 我希望大家要小心 尽量要保存自己的ID 或者什么 虽然我没有VPN赞助 但也希望大家 用一用VPN 接着也说 Dr.K 即英国歌 就发布了二次创作 的Don't touch track 我还没听 有机会先听一下 另外 有些网友 也说 喜欢我播的英文歌 很新鲜 看回以前 其实是的 我做这个节目 我也是为了 想大家可以 怎么说 可以听回以前的歌 令到大家 好像回复 那样 我都见到一些网友 把我和电台比较 当然 我没有电台的资源 而且我播歌 我在YouTube 我不准备进播 例如Pittos Begis Mike Jackson 那些大品牌 我不准备播 如果播 整条片 都很担心 所以 我都 有点担心 另外 有网友 说 吸着的情书 超有水准 但他找不到 很老实实 有些东西 往事 不如回味一下 就算了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几许你明里陆进化梦 好自己真心相对 令你欢笑在心中 莫为句冷静开空 终会成为幻梦 要多争取世间真理 忧伤一宿空 愿记住心中你梦 爱心最宝贵 应珍惜美满 悠悦眼亦与共 好自己真心相对 令你欢笑在心中 Zither Harp 一生中碎月匆匆 只怕良好与伯 几多心酸 几多风笑 始终都化空 莫记住心中悲痛 世间太轻妙 一世间几许你明里陆中化梦 好自己真心相对 好自己真心相对 令你欢笑在心中 想未经许可俗 寻致词 先调一下 你不谈美斯电夜 美斯电夜宣布 在Patreon 上海 因为有很多罵人、政治的事 留在那边说,或者这边说些 不能控制时间的 其实我录节目都是随心的 真的有聊的,真的有聊的 我都说了很多次 我有一个大题目的框框 然后在框框里面说一些东西 我都是一辉而就 OK,说回这次日本 刚才播放这么多日本风的歌 我当然很喜欢日本 虽然我也说了,他带来我们很多灾难 包括以前的一些什么 就是《二战》 但是后来他也带来我们很多回忆 好像刚才那些歌 或者我们一些以前的节目 我很记得的 我小时候看很多不同的卡通和节目 所以这次,尤其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 我去到时就看到那些建筑物 真是很像叮当里面那些 就是那些屋子那些 我觉得很有亲切感的 就是围墙的那些 就是看下去 直接是张具的那些 说回这次 其实这次去目的地 已经是第四年去的了 我都极力推荐大家 如果真的想学滑雪 或者你本身都懂滑雪的话 我建议你如果冬天大约12月左右 就稳定点了 去长野 长野曾经是奥运 冬冬奥运会曾经主办的地方 距离东京大约坐JR的新干线 我们叫子弹火车 叫JR新干线 记住不是叫子弹火车 你找不到 大约是一个半小时左右 大约 我不记得 总之两个小时 去到 通常我们就 去到就租车了 可能你会说 我不敢驾驶 没办法了 你会去少很多地方 这次第四年 我很记得 第一年就去一个 叫做 死人忘记了 撞黄 撞黄山 大家要上网找到的 上高里有一些冰卦 那次没有租车 结果就逼着在撞黄山 和酒店附近 玩就算了 挺闷的 只剩下滑雪 我比较平衡 想滑雪之余 也有其他要玩的 第二年 接着就在一个叫自贺的地方 其实这个我觉得 应该是 我说法来说最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位度比较高 比较多雪 多雪很重要 以滑雪来说 初学或者 或者 或者 耗了很久也好 第三年和第四年 刚刚这年 我们去了 白马川 白马川 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它有700个滑雪场 你基本上 当然有些滑雪 只可以 有些滑雪是全滑 但是我就不买的 我们通常 就逐天买 上晚就买 算了 为什么会选日本呢 因为日本滑雪 确实价格 我租了6天的滑雪 是1000元左右 我说渔川币 1000元渔川币 另外 好像不需要 几百元 我记得很便宜 便宜到你不信 买了保险 另外 PASS平均 200多到300多元左右 一天 那个滑雪场 如果你走上去滑 是不用钱的 但是不会有人这样做的 所以你一定要搭那些 Condola 或者搭那些吊车上去 其实收你的钱 就是收那些钱 Condola那些 一天由200多到300多元 不过400元 这么多年 我觉得是非常低滑 没有比较 没有伤害 例如说 如果你去北海道的话 贵贵很多 好像不知成雙倍 如果去加拿大 北美的 更贵 那些在说 是我途中碰到一个澳洲人 那个澳洲人 其实现场有很多澳洲人 因为那边夏天 很多人会过来玩滑雪 我跟几个坐Condola 没工作做两个人 大家聊天 我看到咪咪咪 原来英国和澳洲人都是说咪 即是老友 听起来说 他说澳洲人 他说澳洲人 澳洲人不要算得很贵 他说他刚刚去完威斯拉 是220美元 一天 那你说的是2000元 我觉得 对我来说 我不需要这些 还有 为什么我刚刚说志河呢 因为志河真的有很多雪 如果你想想 你如果不够雪的话 你跌到地下会是超级超级痛 没有什麼事 都可以 优优务 太阳 君志河 君志河 你 没有 哪儿 你说 万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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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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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